挑戰權威需要有 為黨為國為民為天下解民道玄 捍衛真理的五不怕精神 今天是2023年7月2號 這是大華府的早晨 現在是6點46分 這個太陽本來已經早就開始 應該是已經 平常太陽出來的時間是不到6點 現在6點46分了 就是太陽應該是在這個高度了 但是我們現在看不見 天蒙蒙啊 這是因為加拿大的那個大火 可能那個影響的空氣污染 霧霾嚴重 這大華府的霧霾嚴重 今天呢 我接著昨天那個 話題講 因為習近平做了一個七一報告 提了 提到了很多觀點 其中最重要的一個就是要理論創新 理論條例化 這個這個這個要把這個解決這個理論指導實踐的問題 我覺得 要學習不是天天向上 而是要聯繫實際 眼睛向下 所以習近平同志啊 啊 因這個說這個這個 你是從那個山北農村走出來的 我也是從農村走出來的 農村一個最重要的問題是什麼呢 聯繫實際 三大實踐 啊 王滬寧 王滬寧你看這個啊 王滬寧出身 出身不錯 革命軍人家庭 但是他就 遇到上山下鄉 他就害怕上山下鄉 莊敵 就是逃兵 雷鋒說是光榮的戰士還是可恥的逃兵 啊 王滬寧 當了兩天半工人啊 然後就跑去上大學了 天天向上 上大學什麼天天向上 我大學畢業分配我留校啊 我就叫我我我申請自己 申請回這工廠裡 回到這個石油那個系統去 這個天我父親說 要務實自重 切勿從政 我當時不適合從從從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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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產機體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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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紅色血脈 我沒有這個紅色血脈啊 我是台灣血脈 啊 所以呢 我自己知道我不適合不是那塊料 我就天天向下 眼睛向下 啊 啊這個就像上山若水啊 啊這個 這個向下才能我的目標就是大海 不管東西南北我這個在中國我這個從四川到從從東北到北京到然後再走到四川走到西安啊走到清零啊 走然後呢走走從從上了大學之後從遠古走到今天走到走到改革開放啊 啊 和將會變成階級啊 而不去 那這個這個紅色的就是平價中農 啊 公文子弟 革命軍人就紅色血脈 這其實是一種理論上的形而上學 所以我们说图散不能以为正 这个搞阶级斗争 就把阶级斗争 以阶级斗争为刚 这个实际上是一个形而上学的错误路线 是苏联搞的一套 但是我们有竞争 但是最重要的是什么 这个就是中国共产党 有三大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时候 有三大宝宝 统一战线 武装斗争 党的建设 但是缺了两条 经济建设 法治建设 尤其是法治建设 我昨天讲了 中国现在最缺的不是权威主义 不是新权威主义 不是包装后的新权威主义 不是形而上学的形而权威主义 而是什么呢 而是求真务实 上下求所 要敢于挑战权威 敢于 发现真理 捍卫真理 敢于用实践来检验自己 敢于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 这是我们的党性 我们现在 我们现在把 从江泽民时代开始 开始就搞了 从王沪宁进京之后 就搞了党八股 这个眼睛向上 然后嘴中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说一套做一套 这个为什么 为什么说说一套做一套呢 就是说 我们 说只有邓小平理论 而没有别的 别其他的理论 能解释中国革命 时间 这个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问题 这个呢 这个基础在于 这个基础在于我们 那个建国的时候 把自己估计 把从那个新民主主义革命 跳跃到社会主义的阶段 我们本身就犯了一个 犯了一个什么呢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叫超越自己的生产能力 超越自己的生产技术 超越了社会发展阶段 新民主义呀 实际上就是讲到一个人的 人的问题 这个严富呢 在1905 1905年的和孙中山讲的 孙中山就讲的革命 中国的前途在于革命 三民主义革命 而严富说呢 在于人的教育 中国的问题 在于人的教育问题 这个现在看来 这两个问题都存在 三民主义革命呢 把就是民族革命 民生革命 民权革命 这三个革命呢 我们觉得呢 这个到了 这个到了这个 现在来讲呢 也告一段落 我们要提出 民 叫眼睛向下呢 以人民为人民服务 让国家 如果国家 这个问题解决不了 那么这个政府解决不了 那么就是国家和政府的问题 就像让人民来做大事 而不是说让国家主席 让习近平做大事 这个这个 王红宁一个 一个思想 一个本质思想 就是让党中央 啊 树立党中央这个权威 这个绝对权威 啊 这个叫新权威主义 不允许批评 不允许挑战 不允许怀疑 啊 这个就是树神造神 啊 太阳到了这个程度了 这个叫 王红宁就等于这个污染 是一种雾霾 是党内的那种不正之风 党八股 是一种啊 以王治国 以王治习 习非成事 习烟不茶 这个就是犯了错误嘛 这个又 又把我们引到 引到了另外一个 太阳 你看 这个太阳 我们的 我们说大德如阳 天天上 你是挡不住这个真理的光芒呢 啊 所以说我 我 我那个 我现在呢 今天我提 我今天继续一会儿继续讲 我的题目我想好了 啊 是在人为啊 这个 这个 这个党要还党 这个 我昨天提出了四个建设嘛 对吧 啊 就是统一战线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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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统一战线 武装斗争 经济建设 法治建设 我们的法院呢 我们的中国的法院啊 很多法院 很多地方法院搞一套啊 跟中央是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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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唱反照 跟地方 地方势力勾结 跟全 奸商 呃 奸商 台商 勾结 啊 保护地方保护 还有全 利益保护啊 形成一个利益 利益链 产业链 生态链 这个是非常严重的污染 是中国最大的一个问题 是看不见的一个污染 美国在看得见啊 过两天是民主 这个民主党和那个 那个共和党的一个那个问题 我我7月4号时候我在讲 我今天讲继续讲中国的问题 中国的问题就是一个 也是一个污染严重 过去 过去的讲的 原来工业化啊 搞的污染 现在美国这里 现在加拿大这个邻国搞的污染 我我刚才讲了这个 这个叫 叫务实求真 务实求真 这个务实求真 我今天这个题目 我四句话 我喜欢四句话 我不喜欢三句话 三 这个三大发布 我昨天给加了一个法治建设 这四大发布 我们的法治啊 还不如一个AI AI法治这个案例法 AI就是案例法 你以为AI就犯了案例法来 就不会有这么多腐败 没有这么多官僚腐败 所以呢 中国都要从根本上改 从权威上改 从法律上改 从法治上改 AI化 吹到那么多法官 把法治那个 这个公平化 因为人人平等嘛 有了人的话 这事情就来了 自在人为 就把权力和利益 就勾结在一起 就把自己的私利 就勾结在一起 所以这个 在源头上就腐败了 源头上就准备 就具备了污染的土壤 就像收银机一样 我们不相信人 不相信权威 不相信皇帝 我也不相信 这个王沪宁 这个国师 也对习近平提出来的 这个 就七一讲话来论 我也认为 讲过了 我们不是要行而上 我们要行而下 要解决问题 要解决应用问题 我们不是要一心一意 搞社会主义 搞国家国有化 国家资本主义 要搞新民主义 我这样子 我就讲这个题目 就是 事在人为 就是 敢 敢奔 敢于怀疑 敢于挑战权威 新民主义 共建家园 等一下 我再把这个 重新整理一下 我在这里就 先说到这里吧 太阳一亮 你看 就像空气污染了一样 这个时候我就想到了 这个 苍天在上啊 苍天有眼 天若有情 天若有情天一老 人间正道是苍苍 我本来想说 今天想好好学习 天天向上 正是因为我觉得 学习呢 我们看 习近平现在犯了一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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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犯了一个 那个什么错误呢 就是用人错误 安危在 什么 这个 什么安邦在所认 对吧 什么 什么 安什么在所测 就是用人错误 另外这个 还不能统一 一国两制这个错误 这是该自主 自我检讨的说 因为你没有解决问题嘛 你 你 习近平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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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届了嘛 这是第五届了嘛 你都解决不了台湾问题 台湾问题到这个 按照 按照那个谁的 按照王沪宁的逻辑 还要等呢 不知道等 后面马月了 就是 出师未接 身先死 尝试 尝试英雄泪满精啊 不是这话是这么讲的 就和平 和统 王氏 和统 王氏 未接 身先死 你这个统一 你就完成不了嘛 你国家必须要统一 你多少人 从江泽民时代开始 一个中国是 什么都可以 一个中国 江泽民时代 就是因为战 受到了王沪宁这种干扰 没有这种 实践 实践 和法治的精神 你法治的精神 中华人民共和国 就是中华民国嘛 这个是法律的统一性嘛 就这么一个简单的问题 还不要什么条理化 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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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为上学的 什么乱七八糟的那些 那些那些大道理 这个简单的道理 你国家的法律在那摆着 连个国授权在那摆着 连个国宣章在那摆着 它是一个工具 你必须用这个工具 你不用这个工具 自己搞一套 别的国家承认吗 你另一个国家 你自己行得通吗 你台湾人民都不接受 中国大陆这个人还接受了中华人民国 是一个新中国 是另一个新中国 你实际上还是认为 你就是中华民国 为什么我们这要 自己要别出新财呢 这种新财 在法律上来讲 就是要讲一个原则 规则 法律的规则 所以我建议法官将来审判 一个是加一个配审团制 另外一个就是 另外一个就是那什么呢 就是一个电脑化 AI化 用AI来检验这个法官 大家才能有这个标准 才能让这些官 才能让这些法官官僚们 不能胡作非为 才不能够任意论 官商勾结 这个商天害理 愿生载道 你看惠州那个 惠州那个台商搞的那个塔园 他在全世界 全中国搞了好几个 都是搞的坑蒙拐骗 空手套白狼 我们的地方官 就要保护这样的一个奸商 这个从根子上 是国台办的惠台政策 保护台商 这原则上来讲是坑害老百姓 损有 损这个损不足 补有余 本来是应该损 损有余而补不足 我们是颠倒了 是 是损台 损了中国的老百姓 补这个台商 这莫名其妙嘛 国台办是柜台办 现在 现在王沪宁就是个柜台办 柜台政协 我们 我都不愿意说他了 因为他就是一个 嘴尖皮后腹中空 对吧 他实践 实践检验他 他上山下乡躲避 找关系 因为他有关系啊 他就跟红色血液啊 他上山下乡体弱多病啊 然后再学了两天半的 学习多 我们在工厂里 是踏踏实实 走上讲堂 我们在工厂里 是个大学校 我们学的微积分 学的弗里埃及素 学的奠基学 是给工人来讲课 我们眼睛向下 搞实践 实践出真知 好了 我今天就 今天早上就在这里 在 我每天就叫 这个招哥 这个风声演绎 有个招哥 我这里就叫 Rail Rail就是 华盛顿人的灯塔 我这里的 我们就是 华盛顿人就说了 一个什么 不要相信权力 过分的权力 过度的权力 必然产生腐败 那个 王沪宁就宣传 这个过度的集中的权力 过分的集中的权力 从 他说只有邓小平理论 后面 后来又编上去 出了一个 给江泽民 推出了另外一个理论 这个理论 就三个代表 然后又给胡锦涛 推出这个理论 然后又给习近平 又搞出一个 习近平思想 这不是 原来不是说 十五大时候 只有邓小平理论吗 没有其他理论 就唯一性 排他性 这叫逻辑自洽 自己反对自己 王沪宁反对 王沪宁 然后呢 现在 王沪宁污染了习近平 污染了党中央 污染了中南海 这个才是一个 中国的一个严重的问题 你看看这个贴近 党要管党 党员要 党没有解决这个问题 没有争夺好国家主席 这个 统一这个 国家统一的问题 那么 谁最有发言权 实践者最有发言权 我是中国共产党的 台湾级党员 你没有解决问题吗 你不联系实际吗 你不解决 中华人民共国 你国家的名字 你都没定好 中华人民国 就是中华民国 台湾呢 不是 台湾不是 中华民国 不是中华民国台湾 台湾不是政府 台湾不是官方代表 就这么一个简单的问题 搞得那么复杂 四十年解放不了 两个中国都解放 新民主义解放战争都过了 你为什么放弃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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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弃武装斗争 你为什么 你任何时候 他的本性就在那里 这问题呢 问题出在哪 出在党 党的理论 出了出个问题 这刘兆琦说的话呢 将将共产党人修养 党 党的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理论 你跟不上 党在建国初级 就跟着苏联的兴儿上学 到现在还是兴儿上学 就非此几彼 搞一言堂 搞个人崇拜 搞束神 封神演义 就这样子了 谢谢大家